艺人康英与主播陆宜珍 近期接下财经综艺节目 两人日前出席试音会时 康英就透露目前手上有三个投资项目 包括NFT、以太币以及指数股票型基金 康英表示在疫情刚过时 有朋友建议他可以研究理财 所以他才开始投资 累积的各项投资项目加起来大约有50万 其中康英最印象深刻的是 当初他为了支持周杰伦而花4万元购买NFT 两周后就涨价到90万 但康英坚持不售卖 不料再过两周却跌至10万 现在价值更只剩下1万 随后还发现那根本不是周杰伦的NFT 只是他持有而已 虽然现在还有人出价1万想和他买下 但康英依旧拒绝卖出 并相信未来一定会涨 最后也无奈的表示 现在要好好拍戏赚钱 因为投资花费太多钱 导致他已经很久没买包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